27岁女白领公开夫妻私生活引热议 纵欲上瘾,正在榨干当代年轻人 在知乎上看过一个值得分享的帖子 博主是一个93年的女生 目前处于婚内无瓦的状态 工作几年和她老公两个人 在工作地分期买了一套房子 一辆车子 截止去年底 两人共积攒了二十余万 因为有房贷、车贷 博主夫妻生活观念较为节俭 却又不失趣味 工作日上午 女生会随机做些玉米、番薯、香肠、鸡蛋 食材容易准备 又能让一上午能量满满 由于各自忙碌 工作餐一般就在单位解决 到了晚上 做一份蒜泥白肉 快炒一份青菜 加上一人一碗的葱油拌面 用时短却干净可口 重点是 折合下来不过一顿外卖的价格 到了周末 利用充裕的时间 就可以多做一些平时嘴馋的菜肴 自制毛血旺 高汤做底 放上分量十足的毛肚 原材料不过三十多元 绝对抵得过店里的两分之多 自制撸串 各种喜爱的原料 搭配多种口味的酱料 绝对是一场味蕾享受 自酿米酒 香飘十里 偶尔尝尝 身心舒畅 有时也尝试做一些新的菜品 丰富菜色 疫情期间 刚好碰上生日 女生就自己做了 四层奶油水果蛋糕 味道也很不错 衣物方面 首选奥特莱斯和优衣裤 质量有保证 且折扣诱人 两双阿迪的鞋子 折扣下来不过五百元 因为男主从事建筑类工作 上工地 衣服难免被刮破 女生就趁优衣裤打折的时候 囤了几条裤子 放着男主上班时穿 居家方面 装修以简洁温馨为主 空间不大 却五脏俱全 树桌清爽干净 做起事来 效率蹭蹭提升 因为喜欢绿植 家里时常有花卉绿叶 装点修饰 有时网购一大数百合 到家依旧新鲜清香 包邮不到十元 有时到附近市场采购 满满一辆共享单车的绿植 绝对把家里装点着 绿意盎然 有时跟朋友拼单 鲜艳亮丽的玫瑰 让人一看就舒心 看完夫妻俩的私生活 不少网友连连称赞 有网友甚至评论道 不羡慕他人夫妻的豪宅 反而羡慕小两口这种简单温馨 却又不失精致的生活 在这个过度放纵欲望的时代 我们看过太多用金钱堆积出 看似精致有品的面子生活 有人概括过这些年轻人的状态 住在月租一千五百块的房子里 拿着月薪五千的工资 过着月入过万的日子 相比之下 博主的生活甜静简单 少了许多金钱的味道 却多了一份生活的本真 周国平说 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欲望 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 生命的疆域会更加宽阔 深以为然 适度节制自己的欲望 让生活少点装饰 多点淳朴 你的人生反而更有一番趣味 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全国6.5亿网民 月收入不足5000元 占比高达72.4% 也就是说 6.5亿网民中 月薪高于5000元 占比只有27.6% 这个数字 是不是与你平日 在网络世界里 所听闻的差距很大呢 其实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没有想象到那么有钱 只是 没存款的他们 却特别擅长花钱 甚至不惜通过借贷 来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 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中 女主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购物狂 大堆的化妆品 各种款式的衣服 不同颜色的丝巾 堆满了她的家 讽刺的是 还没等到女主用上这些宝贝 她的十几张信用卡 就早已透支了 一开始 她以为眼前的一切 只是一个小小的麻烦 却不料 被讨债人追到公司 当众出丑 更悲剧的是 她还因此失去了 爱情 友情 有网友 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作出总结 能买吸尘器 就不用扫帚 吃完牛油果 又要吃藜麦 一把块钱一张的面膜 用起来也不心疼 口红两三支不够 要集齐全套 租房得独立储位 还要带落地窗 先哲亚里士多德有言 所谓奴隶 就是欲望战胜理性的人 过度的物语 会让你迷失人生的方向 尤其是当你的能力 匹配不上你过剩的欲望时 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作家刘雍说过一段 耐人寻味的经历 有一次 他和梁石秋先生 同桌用餐 冷盘端上来 梁先生说 他有糖尿病 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 冰糖肘子端上来 梁先生说 同样不能碰 因为里面放了冰糖 食斤炒饭端上来 梁先生还是说不能吃 因为淀粉会转化为糖 最后 服务员上了一碗八宝饭 大家也想当然地认为 他不会动快 因为八宝饭 不仅有糖还有淀粉 但出乎大家意外的是 梁先生却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面对大家的疑惑 他解释说 我前面不吃 是为了后面多吃啊 因为我血糖高 得忌口 所以必须计划着 把那配额 留给最爱 说到底 梁先生的不吃 正是为了吃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 恶蜀效应 说的是 适当节制 发展良好 过度放纵 早衰短命 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 你将面对的 往往不是你想象中 那份美好 它反而将会带给你 许多不必要的痛处 和懊悔 陈道明曾说过 我觉得节制 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物质的释放 精神的释放 都很容易 但是难的是节制 所以做人的最高意境 是节制 而不是释放 很多时候 欲望总是会迫使我们 想要拥有一切 以致使我们做出 很多急功近利的事情 相反的 节制 意味着对自身的 一种合理控制 意味着我们对未来 长远且清晰的规划 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